第三课 上海化工区循环经济的启示 循环经济一 循环经济是一种以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核心 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原则 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为基本特征 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经济增长模式 是对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传统增长模式的根本变革 课文 上海化工区循环经济的启示 一座二十多层的大楼 空调制冷不用电能 而是用周围工厂排放的蒸汽 通过热交换来提供能量 被多少工厂看成废弃的蒸汽 在上海化学工业区被一废三用 回收废蒸汽、发电 通过热交换来实现夏季制冷、冬季供暖 最后连冷凝水也要流回水厂 资源、产品 再生资源、再生产品的循环经济之路 是上海化工区自建立以来始终坚持的 这个化工区是联合国环境署开展循环经济研究的合作单位 也是上海市循环经济的试点工业区 五年前开始开工时 这里就吸引了拜尔、巴斯夫、BP等著名世界石油化工企业 每年新增加工业产值200亿元 就本质而言 从来没有无用的资源 只有不合理的生产工艺和落后的技术 副产品也只是没有被很好的利用才成为废弃物 上海化工区发展循环经济的主要经验就是 根据化工产品的特点 从招商引资开始 精心编织了一条一体化产业链 在这个链条上 上亿环节的产品、副产品和废物 正好是下一环节的原料 上亿环节的废气正好是下一环节的能源 循环常在生生不息 一场观念革命也在其中展开 这就是树立循环经济的新观念 中石化与英国BP公司合资的上海赛科 90万吨乙烯工程位居上游 中方与巴斯福公司合资的某上海联合工程 德国拜尔公司的一些项目在中游 德国另一公司的一些精细化工项目处在下游 各企业在原料、中间体、产品、副产品 及废气物等方面互相供应、共同享用 根据传统的生产模式 天元集团每生产30万吨产品 需要20万吨氯气和15万吨乙烯 同时还产生大量散费 如今 它的生产过程在新的产业链下得到改变 20万吨氯气先送到巴斯福公司 生产出29万吨相关产品 此时 大量的副产品氯化氢被排放出来 这一巴斯福公司的废物 恰恰又成了生产原料 被送回到天元公司 与乙烯配对生产出聚氯乙烯 这样便副产品为原料 每年可降低成本2.98亿元 一份氯在两个企业达两份工 即使氯的利用率提高了一倍 又使环境污染减少了一半 可循环再利用的循环经济发展模式 在上海化工区到处可见 英国一家公司利用上海赛科公司 丙锡精装置的副产品来生产MMA 制造液晶玻璃的原料 而生产中的肺酸 又回过来供应赛科 作为生产所需的高浓度硫酸 一边是各自企业的污染负担 一边却成了对方的原料 成了收益 在循环链中均可卖钱 还有赛科在生产中产生的肺胶油 被哥伦比亚化学公司引进 生产碳黑 用作汽车轮胎的添加材料 而天元公司的烧减项目产生的盐泥 也被其他企业用来生产人形盗版 吃干榨尽是循环经济的追求 上海化工区在资源再利用方面 甚至吝啬到连一口气一滴水也不放过 化工企业中释放的热能会产生大量蒸汽 如果直接排放 既有噪音又影响空气质量 于是化工区启动了余热发电项目 每天搜罗的余热可发电二十多万度 年发电量尽可达一亿度 耗水量大是化工企业的另一特点 化工区的中水回收利用项目 将出厂污水处理成中水 供氯化喷灌和道路车辆清洗 还用于喷泉人工壶用水 正在建设中的湿地净化项目完成后 化工区就会实现废水零排放 眼下上海化工区每万元产值能耗 只有1.2吨标准煤 不到同行业平均水平的二分之一 万元产值耗水33吨 不到同行业的十四分之一 生词 循环 减量 化 载 资源 排放 渴 废气 制冷 电能 蒸汤 蒸汽 热交换 能量 冷凝水 回收 再生 支 产值 旧而言 副产品 招商引资 编织 一体化 一体化 产业 链条 环节 声声不息 观念 合资 位居 精细化工 中间 中间体 享用 氯气 乙烯 恰恰 配对 聚氯乙烯 屏吸精 装置 液晶玻璃 肺酸 高浓度 硫酸 收益 浇油 碳黑 添加 烧减 盐泥 炸 吝啬 释放 噪音 余热 搜罗 喷罐 噴罐 湿地 灵 眼下 能耗 专有名词 拜尔 拜尔公司 巴斯夫 巴斯夫公司 BP BP公司 中石化 天元集团 赛科公司 哥伦比亚化学公司 说话训练 在新型化学工业区 生词 采访 发酵 粪肥 病菌 沼气 这次来到化工区采访 有什么感受 我算真正明白了循环经济的意义 从来没有无用的资源 只有不合理的生产工艺和落后的技术 这句话在这里被事实证明了 是的 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废气 废物 废水 我们只能说 它们是副产品 没有被很好利用时 才成了废气物 我对吃干榨尽这个说法很感兴趣 什么是不放过每一口气 每一滴水 你看 许多工厂的废气 蒸汽 在这里被回收来发电 供应下气制冷 冬季供暖 我们那幢大楼的空调的能量 全是由废气提供的 真是用到了最后一口气呀 还没有呢 最后 蒸汽冷凝成水 也要流回水场 用来种树浇花 冲洗车辆和道路 大楼前漂亮的喷泉 用的不会也是回收水吧 恰恰用的是回收水 你看 哪个美丽的人工壶 用的也是回收水 什么是一体化产业链 它不仅仅是回收废水 废蒸汽吧 对 在这个链条上 上一环节产品的副产品和废物 正好是下一环节的原料 上一环节的废气 正好是下一环节的能源 这就是循环经济的新观念 对吗 完全正确 你看 这个A公司位于上游 在生产A1产品的同时 产生了大量肺酸 作为生产原料 直接卖给了B公司 生产B产品 而B产品生产后 产生的副产品废气 又由A公司买了回来 用于生产另一种A2产品 在你们化工区 几乎每家工厂 都采用这样的生产方式 是吗 其实不只是工业 现代农业也越来越多地 运用了循环经济的生产模式 我知道 我采访过水稻田养鱼 水养鱼 鱼粪肥田 还有山林养鸡 鸡粪育育树 而且山野里自然生长的鸡 价格比用人工饲料 室内喂养的鸡要贵得多 农民养猪养牛 猪粪牛粪经过发酵 产生了沼气 农民们用它来烧水 做饭 取暖 而粪肥经过高温发酵 杀灭了病菌 使农业生产更卫生 肥力也更好 听力训练 探索循环经济新模式 磷养鸡 鸡育磷 生词 安逸 海拔 基地 纯准 纯净 不连 昆虫 浊壮 清海省平安县 古城乡 扎门村 有一片占地 一千亩的 全国三八绿色示范工程 这里 靠林养鸡 以鸡育林 走出了一条 生态工程 可持续发展新路 记者 记者走进这片三八林 看到五千五百多只 自然放养的生态土鸡 成了这片绿地的新主人 公鸡在新生的绿草丛中 低头寻虫 母鸡在树木下安逸的生蛋 鸡粪 则成了树木生长的好肥料 林养鸡 鸡育林 这里正呈现出一派 良性发展的循环经济模式 三十岁的张炳梅 是这里的鸡司令 张炳梅告诉记者 扎门村海拔两千八百米 这里空气清新 山泉纯净 野草丰美 没有任何污染 这里的生态林基地建成后 青海省妇女联合会 结合当地实际 将生态绿色土鸡养殖项目 作为基地建设的主要方向 2004年9月 张炳梅等四人 走上了靠生态林养鸡 致富的发展道路 到目前为止 各级妇联部门 共为这个项目 提供了17万元的资金 帮助他们引进鸡种 修建鸡设 解决了人积饮水和道路交通问题 生态养鸡已出现成效 张炳梅说 利用林地间野草野菜和昆虫资源 放养成鸡 可以节约一半的饲料 同时可为消费者提供无污染的绿色食品 而鸡粪则帮助树木 茁壮成长 养鸡所建的水利设施 又解决了树木的灌溉难题 如今 饲养的5500多只 麻黄鸡和肉杂鸡 长势良好 已出售400多只 收入1万多元 稳 sıro 未够